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情色的行业在其中 慈记内湖的遍地案除了背后有高官指点之外 那么也有民众爆料 反对保护区的民众遭到了恐吓 那么这算是慈善事业嘛 部分的慈记人他一手捐地然后来抵税 一手大做慈记的生意 一尊压克力的佛像被美其名为泪水晶 要卖到33万元 另外上人加持过的茶叶一斤卖4200块 这难道不算是诈欺吗 这个法律遇到了宗教难道会转弯吗 慈记申请了51种的商标 我们接下来也会带你来看到 因为包括了啤酒 冰淇淋 火锅料 居然都不能够用大爱的名字 因为大爱他们已经去注册了 对 不信的话你试试看 注册看看 慈记保证告你 另外大爱无限计程车就被慈记大爱告过 结果败诉 苦心经营的商标损失 难以估计 媒体人王上志就批评 慈记窃取了佛陀地位的宇宙大觉者雕像 到底像正言还是像佛陀呢 现在是各说各话 而这些难道都是慈记造神运动的一部分吗 慈记回应说佛陀形象随时随地狱 会有不同的变化 另外慈记委员也是 慈记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发表了七点声明 一一驳斥各界对于慈记的指控 今天我们要一个一个来辩论到底谁是谁非 而面对慈记内湖保护区所掀起的一波波争议 世昭会法师说反慈记犹如红卫兵 好 还有世昭会还说呢 这些诋毁慈记的人 我要一桩一桩的算总账 让诋毁慈记的人去法院报道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怎么连慈记卖的茶叶也引发了争议呢 一大片的茶叶不少人悉心照料 这里就位在苗栗三亿的铜花布道旁 派楼上就写着慈记茶叶 前立委王世勋质疑 这里出产的茶叶一斤要价四五千元 质疑是经由上人加持 价格才比较高 茶的品质不好的话 那就会卖的比较低 那如果说碰到天气好 或者是各方面比较顺利的话 如果能够采到东方美人的话 那当然就是按照市价再低一点点 慈记人员表示 茶叶会比市面价格来得低 也表示外传茶叶破坏水土保持 也是谬论 慈记更在脸书发声明表示 茶叶从日据时代就是茶叶 秉持环保不砍树 不洒农药也不化碑 实际来到静圈堂购买 像是小叶红茶八十公克卖三百二十元 换算一斤两千四百元 黄金白豪红茶八十公克五百六十元 一斤等于四千两百元 对比市面上的茶叶的确在中够价位 这是九百的 这是一千二的 都是两百公克的 价格来讲是有偏高一点点 这些师傅在种茶的过程当中 他给予的一个方向 让觉得买的这些 希望买到这样的茶的人 会觉得说他是可以的 瓷季茶园原名广盛茶园占地二十公顷 标榜自然有机耕作 只是因为茶叶价格 确实比市售有机茶来得高 再次另外引发社会争论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上人加持过的吗 这个瓷季的茶叶价格值比高山茶 但是这个低海拔 已经还要买四千二呢 这是前立委的爆料 在苗里三亿茶园所种植的茶叶 这一斤卖到四五千块 因为是经过上人的加持 最贵的是黄金白蚝红茶 那么这个茶叶还是一心二业 这一业代表的是智慧 另外一业代表的是慈悲 但是事实上除了茶叶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好像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在专利的部分 现在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比方说瓷季十一柱形全部都注册 大爱的商标完全是被他们给把持了 我们来看到宅神朱学恒的披露 这个瓷季以大爱的名义注册了 五十一笔的商标里头包罗万象 啤酒啦 冰淇淋啦 那么实际你去查一查的话 连星象算命啦 婚友社啊 围巾啊 爆竹啊 也都通通被慈悸抢先一步 所以就有人讲说 好 如果说是因为你们在制作的毛毯 围巾要来做好事 那么怕人家会混淆了 所以你就把它注册为大爱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有情有理可论 但是出家人又不饮酒 那为什么甜酒酿也被注册呢 为什么宝石啊 爆竹啊 婚庆服务啊 零零总总 各行各业 慈悸都要一手抓呢 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 比较惨的就是大爱车队了 因为真这个商标的关系 所以大爱车队败诉 大爱无限要遭到撤销 对 这个大爱无限的情况很特别 因为他说大爱无限车队 那因为这个大爱无限前面的大爱 跟这个慈悸大爱的大爱是一样的 最后败诉 所以照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如果麦当劳是一个品牌 那叫做麦当的或叫当劳的都不可以 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解释有点扩张 那我们来问问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嘉宇 是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个商标的问题 还有慈悸在这个上人加持过的茶 一斤卖到4200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明明就是压克力嘛 叫做泪水晶 然后一尊这个这样子的像 要卖到33万 我想若是寻常百姓 我们在场各位的话 应该早就被告扎期了 当然就是说 我们觉得说慈悸 它一开始是因为一滩血的原因 所以它开始发迹起来 然后到现在一人捐100块 然后有今天这么大规模的慈悸 可是如果慢慢的走向造神运动的时候 当然大家会去开始去质疑说 到底它是不是还维持着它的初衷 尤其是这个佛像今天传出说 一尊33万 那当被质疑说 这个是不是慈悸的画 正眼法师的化身的时候 慈悸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个佛陀呢 是这个不断的在变形的 然后他们的说法来说 这个佛陀因为常常这个行走 沿路的施波 所以说它的身形是比较瘦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慈悸的这个佛陀的化身呢 它并不是证言 而是说佛陀的化身 那当然这也引起大家的质疑 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适合 那当然慈悸这么大规模 其实它总共资产有887亿 那每年呢 其实光是信众的捐款就高达100亿 可到现在它的财产呢 其实都没有一个详细的 让大家知道说 它的收支的明细是怎么样 那我也上网去看了慈悸 关于这个南亚海啸啊等等的 振灾的一些收入 就有意外的发现就是说 以这个南亚海啸来看 慈悸呢当时的这个收入 大概是29亿多 可是呢 它的剩余款竟然是0元 因为以我们一般的经验 就是知道说 不管再怎么样的收支 你在做账的时候 其实很难说 剩余款是0元 除非你用做账的方式 否则一般来讲 还是会有一些剩余 一块两块等等 会有零星的剩余 可是不只是南亚海啸 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 文川镇摘的时候 同样也是呢 它募得了19亿多 可是它剩余款还是0元 那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收支状况 包括102年慈悸所提出了 它的财务的收支报表 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就只有这一页 相较于它在新加坡的时候 面对法律的质疑的时候 它是有会计师签证 然后有30几页的会计师签证的时候 当然会令人觉得说 慈悸在这个收支明细 在台湾 是不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时候 慈悸就比较没有对自己有要求 那此外其实网友也发现说 慈悸他委托的这个会计师的签证呢 他是这个知性的会计师事务所 那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 会计师的名字呢 叫做张卫成 就这张卫成会计师呢 被网友发现说 其实他跟日盛生美合适的会计师呢 竟然是同一人哦 也是张卫成 当然就会计师来讲 我们可以说 这会计师很专业 所以大家都委托他 可是呢 除此之外呢 慈悸在我们内湖的这个 成立的大爱感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哦 他的负责人呢 其中的董事呢 就是魏映冲 那这个魏映冲 大家也知道就是顶心的这个魏家 所以整个慈悸我们可以发现 当他的规模越来越大 当他开始成立所谓感恩科技公司 可是这个感恩科技公司呢 除了环保回收之外 他也做建设 也做开发 他的项目呢 包罗万象 不只是慈善事业 而他里面的董事呢 包括董事长呢 有这个访拓的大亨 有这个建设大亨 等等 有宏基的创办人 有这个传业的大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当一个慈善事业 他的规模已经超越一个企业 可是他又不用缴税 不受政府的监督 那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会质疑说 里面会不会有很多 树大币有枯枝 或是藏污纳垢的状况 那一尊这个佛像 很多人就 我想这也是好事者啦 就是看来说 他到底长得像谁 像慈悸吗 走的看来不像 那那个施招卫法师 跳出来说像他啦 那这个就是 大家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答案 那也有人说是因为 那为什么比较瘦 是因为这个 常常这个跑这个布施 所以变比较瘦 就有网友说 那那个星云法师呢 甚至变成社会大众的一个 你知道茶余饭后的这个消遣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一个 有心向善的慈善团体来讲 其实真的不好 最好的釜底抽薪之计就是 很清楚的对外 清楚的公开 有一个记者会说明 然后让所有的人 去去质询去问 或者是上节目来 把话讲清楚 那所以呢 不断的会让慈悸周边的 委员也好 某些信众也好 开始去做零星的 这个回报或者反击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真相的厘清 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我要问一下 世间议员的是说 这个不管是说 一尊这个所谓的泪水晶 其实网友提报说 什么泪水晶 就是压克力 或者是说这个 上人加持过的茶 要一斤要到四千两百块 你比较了解茶嘛 对不对 就是说这种东西 跟我们俗称 有人说兄弟推销 这种兄弟茶 或者是这些 有什么差异吗 文正早期在中山区的这些 八大行业的餐厅这些 或者是这种工地 就是有像文正你刚刚讲 那个兄弟茶 那一斤三百块钱的价值的 那他一放 就是要卖你三万五万 有说是兄弟加持过吗 所以我就说这样子 如果是慈继也贩卖这样的茶叶 我觉得这跟兄弟茶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不过一个月打一个月来 我们还比较没话说 我倒是觉得 是这样 我觉得慈继现在放话 他们的信众放话 说我们讨论 或者怎样批评要告 我觉得这个是很差劲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慈继现在 不只是宗教家 是宗教资本家 那么既然这样 他应该要接受社会的检验 就如同我们社会这么肯定他 社会这么肯定他才有慈继 那社会也给他这么多 他又是最大的 他当然理当很谦虚的接受检验 所以我提出来的第一点就是说 你看他在内湖做的这个山坡地保护区的开发 我就是要请问慈继的朋友们 就是说是目的正确 你行为就可以不合法吗 目的正确你就可以不守法吗 也就是说做善事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可以不择手段来做善事吗 第二点就是说实际到目前为止 刚刚大家讲的他这种磁吸效应 那已经产生了排挤的结果 这些排挤的现象都跑出来了 他排挤到怎么样 排挤到连一些无辜的 用到大爱的名字也不行 竟然还慈继主动提告 那这个商检局还真是够差劲的 竟然还说这会让社会大众混淆 他就站慈继那边 就把最弱势的弱者 技术车司机这大爱无限 这个取消掉 一般观众朋友会觉得说 他就换个名字 可是不对 因为他们花去行销上面的费用 跟商标带来的大家的印象 跟这个传播的价值 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样就要改名字 所以你看文正 我说的另外还有这种 排挤效应是什么 你看同样宗教 我们台北市拍芒卡这部电影 大家非常知道这个祖寺庙 大家很喜欢那边古迹 那从清朝乾隆时代到现在 将近三百年 他最原始的那个 中间那个庙寺这一块 那是个古迹 大家在曼卡这个电影 又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是你晓得吗 他受到的排挤效应 比方说 他是这样子的 受排挤效应影响的之一 就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前都拿到 比方说像瓷器 比较大家认为 名号比较响的这些地方 那传统的 有古迹的 我们一般民众 传统信仰的这些庙寺 通通都受影响 他们现在能够收的香火钱 还不够来缴地价税 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 荒唐的现象发生了 那神爱世人不是吗 实际既然你代表神要来行善 那神爱世人 你怎么会排挤 甚至主动去提告 像大爱无限计程车这样子 这已经违背神的旨意了 那另外我要比较执意的就是说 我认为做善事 不一定要呼朋引伴 做善事不一定要敲锣打鼓 你看 这天头版头条 这个庄朱玉女女士 九十岁她过世 那么她卖了五十年 十元的自助餐 你看十元的自助餐 然后你看 在右上角 这些去送她的民众 超过千位 都是感应于这五十年来 那么这位阿嬷的恩哲 你看这位阿嬷 她有敲锣打鼓的做善事吗 她有呼朋引伴吗 没有 她自己默默的做 做了五十年 而送她的人 你看 来送她的 都是我们声斗小民 都是辛苦的这个 勞工阶层这些朋友们 这让我们看到说慈祭 现在违赖在慈祭的是谁 顶心未加 你看看 这个人格的差别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就展现 这一个画面让我们很感动 那我觉得最需要检讨的是 我们这个政府 说实话 持续确实做很多好事 这三十多年来 四十年来 你看所有的救难 集住的这些灾难发生 这些他都第一时间 都赶到现场 可是这个政府不觉得汉淫吗 救灾救难祭贫 这是政府的责任 要不然我们成立这个政府干什么 政府自己无能 然后任由慈善团力 好的慈善团力很多 其他还有非常多的正性的宗教 佛教界就 光佛教界就还有其他派别的 也是都在做善事 那我们国家也不止佛教而已 我们那么多宗教都是在我们台湾 都是百花真名嘛 那所以做善事不止他们一家 那为什么只有他们可以独享 他们的就叫大爱 他们才可以大爱 别人不能大爱 别人你要大爱要点点 那政府你在做什么事情 就我讲的商检局 竟然做出那样子的判决 这是我认为很可恶的事情 还有政府你要检讨嘛 要不然我们设你干什么呢 你从每一次的灾难当中 像这一次的空难 确实低限 那个第一位赶到的 对 地上第一杯热茶 拿出第一条毛背的 确实是止境 那政府不 你不汉言吗 不汉言吗 是 然后不但不汉言 不检讨 然后政府里面的有一些官员 还配合 此际有一些 我认为是不对的作为 比方说要来变更 这些保护区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不再苛责实际什么 因为确实上人 他的作为是确实修为 值得我们尊敬 可是现在实际再这样演变下去 我讲不好听一点 我现在想到的就像白人教一样 走火入魔 那大家抬着宗教的名义 不是这样吗 那跟石秋一元先前在讲的 宗教战争有什么不一样 跟十字军东征 去横针爆炼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讲得好丁嘛 慈善嘛 救济嘛 关怀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 不要再用这样子的外衣 我觉得他应该公开透明的接受检验 现在每年的上款 上上的将近100亿 有连着好几年 甚至都超过100亿 那我想实质的更高于这个数字 那所以我认为任何团体 都该接受检验之下 尤其你这么大的募款额 这么大规模的 而且就像文正你们刚刚分析的 各行各业都已经 他去深入了都要做 那我觉得这当然要检验 做这些的动机是什么 文正我比方说我举例 我们现在垃圾不落地 垃圾倒垃圾这些 我们另外有个回收有没有 你看回收的这些桶 本来都是低收入的民众 官寡孤独废极者 来回收的嘛 所以对社会也是正面 那也让他们有一个活狗 这才对活路嘛 这才对 就成几何时你看这几年来 实际替代了 这些人没办法啦 没得收入 那怎么办 有的甚至沦为更惨去游民嘛 那实际说这个拿来 我认为社会当然应当检验嘛 他说是说做善事 可是这一些等值的 你第一个你排挤了嘛 你排挤了这些可怜的 孤苦无业的民众嘛 那第二个 来了你做的这些 到底量是多少 比方说他做的这些棉被 这些衣服 这些到底是多少 你这个总要让我们大家知道吧 这个账总要出来嘛 第三个你不能排挤别人 你不能说来这个地方 来这个社区 那我这个牌子一挂 我才大爱 我是慈激 只有我能说 这可以这样子吗 那其他可怜的 声斗小民 本来在靠这个十方的 他当然没办法跟你对抗 他哪敢怎么样 他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来自四面八方很多的议论 那么社会大众其实都期待 是不是慈激有一个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 能够出来做一些说明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有一位委员 真比其中比较少部分的争议 也提出了一点点的说明 我们带大家来稍微看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为大家来做示意 那他是谁呢 他是任教于慈激大学的 慈激委员叫做叶慈树 对他是生命科学系的 一位副教授 我跟他有电子邮件的往来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叶绿书 他在这边任教 他是我们看到 他特别抬到服装分阶级 他说其实慈激的制服 是看他的职务 跟活动用途来分辨的 那么骨髓的捐赠要收钱 他说这是卫福部 所规定的收费标准 只帮外国 他说除非是指定捐给国际 要不然的话 钱是不会流出去 因为慈激是专款专用 有关于开发案的争议 他表示说 其实目前要提出 开发的面积非常非常小 靖思堂的琉璃瓦 他说这个传说的琉璃瓦 其实是铜瓦 基金会的账目问题 刚刚事件页员也提到 他说其实财务收支报表 都有公开在网上 连续九年 获平见为优等 金社的佛像是上人 他说他认为这不是 只是因为红髮的关系 刚刚佳玉也提到 所以应该比较瘦一点 所以把它做了稍微瘦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回到真正的争议点 就是内湖的开发案的争议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关心 为什么我们刚刚想说 好像开发面积不是那么的大 但实际它所拥有的土地 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个时候又有明代介入 这个保护区 而且瓷季一直要来 试图变更这块地 后面甚至传出有黑道介入 甚至还传出说 曾经从事琴瑟行业 又传出不知道 后面有人拿了多少的利益 到底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在这个要开发的一小块里面 甚至在周边包的那一大块里面 其实现在内湖保护区争议这么多 可是我们很遗憾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瓷季的相关人员出来说明 我们在瓷季基金会网站上 我今天去看 发现他昨天有一个关于 内湖计划案的一个 常见问题的事宜 那其中大家一直争议的就是说 瓷季内湖区是保护区 为何要申请来变更使用 那瓷季的说法是说 因为在民国86年购入的时候 就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那边是 所以瓷季一再的说明说 这个保护区 它说是一个已经被破坏的保护区 然后它的开发面积很小 所以呢它这样的开发 是为了这个保护区好 可是我们来看看实际的状况 这是这个瓷季的保护区 开发的整个开发案的说明 可以看到它现在北基地圆区 跟南基地圆区 整个开发的土地 预计加起来有9500坪 那总共的面积呢 大概是4.48公顷 而实际上它现在所谓被破坏 已经搭建铁皮屋的范围呢 大概北基地 现在是6700平方公尺 总共是大概是1500坪 那这个南基地呢 大概是1500平方公尺 所以总共北基地 南基地加起来 现有违建是才3500坪 那它所要开发的面积 加起来就有9500坪 所以其实是扩张了三倍 那更何况整个瓷季的保护圆区呢 有16.3公顷 所以现在瓷季的说法是说 它只开发4.48公顷 在5公顷以下的文教设施 不用环平 我们也认为说 这是在规避环平 因为其实 三坡地超过1公顷就要环平 那更何况整个面积是16.3公顷 整个环境应该整体来看待 那再回头来说 其实这整个保护区呢 它的一开始是什么样呢 这个我去看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这个张桂林委员 当时在审这个瓷季保护区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说 本案基地早期呢 疑似有设情行业 招检举而受瞩目 后来还有补教学校等进驻使用 那整个瓷季的说法说 这块地早期最早的背景 它是七星农田水利会 它是一个琥珀 它是一个溜地 后来呢被破坏了 它转卖给这个新路开发公司 然后开始有一些填土的作业 然后变成这个翡翠湾的网球俱乐部 然后大有巴士场等等 可是这块地呢 其实早期 据当地的民众告诉我说 一开始他们向市府检举的时候 就是在琥珀被去填废土的时候 去向市府检举 就市府根本完全都不管这件事情 也没有去开发 没有去介入 所以呢 对照这个委员所说 我们看第二页这边 委员曾经说呢 本案的填土呢 绝非一两日而成 背后恐有名义代表介入 所以呢 代表说这后面是有人在护航这块地 让它可以填废土 然后导致被破坏 结果后来呢 那检掉其实也开始关心 因为这块地的保护区的土地呢 是慢慢的被移转 包括持继陆陆续续的 买了这个14笔的土地 被捐赠的也有15笔的土地 所以是陆陆续续的被移转 而这移转的过程 检掉去调查的时候呢 据那个陈情人表示 曾经有黑道去关切他 希望他不要再对这件事情发言 所以如果说一个保护区的土地 经过这样子一个 违法开发的过程 然后甚至黑道介入 可是最后慈记还坚持开发 当然会起人疑斗 而且呢 这个我们市政府呢 针对这块地的背景 他也曾经提到说 本案土地的取得在民国 86年到91年期间 所有权人除了慈记之外 另外还有私地主 许姓跟周姓的地主 还有一部分是国有 跟室友的土地 甚至呢 这块地到底能不能开发呢 市政府的意见是说呢 这个地呢 因为是前期的违规使用 后来又经过转手工艺团体后 再寻程序来变更 这个合理性是值得 思考的 也就是说今天慈记买的 这个保护区呢 它原本是应该是一个湖泊 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状况 我们看这个图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是大湖公园 这是北基地 南基地 也就是说 这个地呢 原本它是属于溜地 是湖泊的状况 可是你被破坏了之后 却能够转手给工艺团体 社府团体 来开发 来使用 然后并且变更它的使用目的 那这样子的正当性 合理性 当然会受到质疑 可是慈记一再地告诉我们说 因为它被破坏了 所以我可以继续地使用它 可以继续地来开发它 这样的说法 我想没有人可以接受 那高官是谁 明代是谁 查不出来吗 据我们了解 新新闻曾经报导过说 当时介绍慈记去买这块地的 是都发局的副局长李帆燕 他曾经有介绍过他 甚至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 也曾经提到说 市府也有建议慈记 再去买北侧的基地 来做制洪池的使用 李帆燕退休了吗 李帆燕已经退休很久了 那是很早期的事情 那李帆燕也对这件事情 没有出来说明 当然说这背后 如果说有市府高官介入 有明代介入 甚至有黑道介入 然后整个过程 土地买卖的过程 会不会是有佣金 甚至是不是高人指点 因为据我们了解 慈记过去曾经在基隆 在安乐社区那边 也曾经爆发过就是 慈记正言法师的亲信文树珍 在那边买了一块基地 那买了一块基地之后呢 转手卖给慈记 原本他买的是一瓶两万块 卖给慈记一瓶三万块 总共七千一百瓶 所以这样一来一往 其实光这块土地的买卖 就赚了七千一百万 虽然后来他有 回捐慈记三百万 可是相较之下 就会让人质疑说 如果慈记内部 透过这样的关系 经由认识的人 转手仲介土地的买卖 然后再从中获利的话 这样还是慈善团体 应该有的行为吗 那我自己其实在参与 整个慈记的 这个内湖保护区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所坚持的就是说 这块土地如果能够经过还评 经过专家学者认定 就是说这样的开发 是合理适当的 那当然我们也是乐观其成 可是慈记一再的是用 不用还评这样子的理由 认为说要都市计划 直接的变更 甚至他援引这个都记法 二十七条说 慈记是国防经济的理由 然后可以直接辨分说慈记是善经济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也曾经接到这个 菜堆部长的简讯 那其实最早就是我在 102年的时候当时 内政部长嘛 交通部长 前交通部长 但是他已经卸任了 他是在这个陈水扁 当总统的时候的 民进党的交通部部长 那当时菜堆他是担任慈记 在内湖整个开发区的一个召集人 那在那个说明会上 我也表示我的立场就是说支持慈记 把这块地送还平 就隔天菜堆就打电话给我说 希望约我见面 然后约在我的服务处 那当时在我的服务处里面 当然菜堆也是告诉我 语重心长啦 就说年轻人就未来的路还很长 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一届当议员 那他也跟我讲说 如果未来要走得长远的话 慈记可以帮我很多的忙 不管是在选票上 或者是说在这个经济上等等 那事后呢菜堆也传了一封信 简讯给我 这简讯的内容 如果仔细的看 其实我当时 接到这个简讯的时候 是有点这个惶恐的啦 就是说他其实提到的就是说 痾 家瑜今天下午跟你见面喔 觉得你是非常年轻优秀的后进 他说慈记呢 照理说他的戒律是不能参与政治 但是毕竟呢 长期在民进党中打准 还是对于民进党有很深的期待喔 不仅希望你能够下届续任 更期待有潜力的年轻人 能够快速的成长 所以因为这份期待呢 今天讲话呢稍微直接了一点喔 请你不要见怪 所以光是这一段可能就是告诉我说 如果我下届想要续任的话 就是 未来的路还很长啦 那另外呢他也提到说 今天到我服务处的 这个邱耀山师兄喔 是非常值得我亲近跟经营的人喔 他在在地事业 非常有成的一个企业家 但是因为皈依正言之后呢 形势非常的低调绵密 然后呢他的社会网路呢 非常的绵密良好喔 如果未来有需要也可以求助他们 相信他一定会情义相挺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未来就是在 有需要企业家的帮助的时候 邱耀山师兄也可以帮我介绍很多 这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那最后他的重点就是说 希望我在这个明天 大湖国小的场合 不要直接露脸 因为说什么都不好 大不了请办公室主任致意 但不要发言喔 菜堆感恩核实 所以我当时接到这样的简讯的时候 当然我会觉得说 照理说这个是一个可受公平可以讨论 慈记应该是本着环保为名的一个慈善团体 应该会支持我们接受还评这样的主张 可是为什么会传出这样子的简讯给我 其实我自己也蛮讶异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不只是我 包括这个都记委员姚仁玺 他在2007年的这个都委会的时候 他也曾经当面的在都委会说 说天晚就是开会的前一天 他接到来自慈记的电话 希望说他在这个都委会上 能不发言就不要发言 那当时姚仁玺说他觉得很讶异说 慈记这样的模范生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当然慈记的关系一向是非常的好 他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 所以他可能透过各种的管道 希望让我们可以对这件事情 一方面有所了解 但是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我们 尽量的不要去介入整个慈记的保护区 不管是支持或反对 我想慈记可能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 也会引起大家的质疑 而我比较希望的是 慈记在这几天 这么连续以来的风波 不管是财务方面 或者是慈记保护区的开发案的方面 都能够有一个人出面来说明 因为其实包括菜堆部长 他是这个内湖保护区开发案的 召集人 那我想他也应该要出来说明说 到底为什么慈记一定要开发 这块保护区 那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很希望说能够有机会 跟他们面对面的对话 而且召集人不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把关审查的人吗 他怎么会一边审查 一边游说这个相关的 反对的人呢 他是就是慈记在这块地开发的 而且他叫反对的人 最好不要露面喔 因为讲什么都不太好 我觉得那个 他的角色位置其实有一点怪怪的 而且如果慈记是一个 以这个环保 以大爱 然后以爱地爱人 这样子为宗旨的一个团体的话 其实对于保护区的这块地 就是其实你的本心就应该是这样嘛 环保爱地爱人嘛 那所以如果说他现在的现状是一个破坏区 而不是保护区的话 也没有道理说 因为他已经是破坏区了 所以我们大家就继续的破坏他吧 把他破坏的这个 这个一切殆尽 不可以这样啊 就是他被破坏 我们不是应该要心疼吗 更何况他是一个 劝人向善这样子的团体 那其实 这一段时间以来 慈记的这些争议 我觉得慈记有一件 比较不道德的事情是 你怎么可以让世昭会法师在外面 拼命的被人家质疑而受伤 就他是帮你们讲话的人耶 可是真相是你们才知道 他其实并不是慈记人 他自己也说他是路人家 可是他为了维护你们 受了多少的责难 对对对 他是一个很有道义的人 那所以 你们更应该要有人出来 讲清楚嘛 那你不可以让 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好朋友 一个这么有道义的朋友 在外面这样子受了 他现在又陪上了一个慈记大学的 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对那 那你看他其实做了很多 我们刚刚 从一开始到现在 其实讲了很多 譬如说茶叶啦 譬如说他的那个商标登记 包括了什么酒酿啊 爆竹等等 我觉得那个感受上面来说 比较像是一个直销叶 就是他 好像有一点跟宗教 我们所认知的宗教不大一样 就很像一个直销的行业 就是你要入会 你讲的比世间议员要文雅一点 世间议员说叫兄弟茶 对 就是你可能要入这个团体 先缴这个会费 然后你缴的到一定的金额 一百万可能就位阶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如果你花钱 再继续消费他的东西 你可能是买买个心安 然后买个买个这个平安 心灵上有寄托 然后这个东西的价钱很高 我其实觉得一个得到的僧人 他其实层次不应该是到这边而已 就很像我们在看购物频道 我加持过的什么开运水晶就给你卖很贵 我觉得那个有点类似了 那可是如果是一个修行的这么的 这么的得到高僧 然后又这么的有爱心 希望劝人向善 希望这个土地啊 人啊世界啊都可以以善为为念的话 不应该是用钱的高低 钱的多寡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说你今天买了这个茶叶 你可能这个有爱护到土地 你可能心里觉得很平静 然后很平安 我觉得那个已经背离了宗教的本质 那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劝人向善的 而且所有的宗教都不应该以金钱 作为阶级的划分的标准 那好像我今天捐了一百万 然后我买了很多的茶叶 我买了很多的这个慈忌出品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就因此而得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地位 然后我就可以离佛比较近 我觉得这个是谬论的 谬误他会给 他反而会给别人这样子的错觉 所以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 仍然是既然有发言人 就出来讲清楚嘛 就出来跟大家对谈嘛 把所有的疑问一项一项的解释清楚 说不是 你们仍然是本于原本的初衷 一本初衷 希望劝人向善 希望这个土地要环保 这个人心要互爱之类的 所以你应该要讲清楚 你不可以让这个社会持续的 再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这会造成社会上面更多的纷扰 也会使得实际这么大的信众 其实心里都会有不安呢 对 其实有啊 他们有透过私下跟我们很多来宾讲清楚了 但是就是没有在公开场合讲清楚了 还包括杰明的磁场 受到了一点影响 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说还是应该要公开场合 用公开的方式来回应 因为这不是一个宗教的议题 或者是一个 一群信众的议题 这是一个公共议题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有一个名字叫做人间菩萨 还有一个名字 会和宇宙大绝者 像信众传道不忘提及宇宙大绝者 这尊雕像慈禧说是依照佛陀样貌理念设计 贩售慈禁商品的禁思书轩 现场陈列多款号称宇宙大绝者雕像 更是热卖商品 佛陀的像会不会像上人 现在看这个佛陀 好像是有点像 有点像是吗 有点像对 你会觉得很像吗 我觉得就是 就是他 对啊 民众仔细看 近乎雕像和正眼法师实在太神似 仔细比一比 正眼法师和宇宙大绝者雕像 无论身形头形和脸部轮廓都很像 近书书轩官网 光是一尊65公分大小的宇宙大绝者金雕 就要价33万元 不存在的啊 没有一个神有宇宙大绝者 但是绝者这个概念是佛教的概念 但是宇宙大绝者这个神 或是这个词汇 是我们 我估计是实际自己创造出来的 宗教专家说各国宗教敬奉的神各有不同 像是孔教击败玉皇大帝 伊斯兰教信奉真神阿拉 不过在佛教中并未听过宇宙大绝者一词 虽然此季强调宇宙大绝者就是佛陀 但这样说法外界似乎很难信服 此季神像商业化造神争议持续延烧 好 除了是超会跳出来说那个宇宙大绝者 其实是他的像之外呢 其他的人都觉得其实跟正眼长得是颇像的 不过慈悸表示佛陀形象随时代跟地域而不同 所以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都在表达慈悲跟智慧的精神 好 这是慈悸方面的说法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佛门弟子 他也是社会观察家 也是资深媒体人的王上志 他批评慈悸怎么可以弃取佛陀的地位呢 在这个时候又看到了世昭慧 他除了说宇宙大绝者是他的形象之外 他还说网友诋毁慈悸如红卫兵 要让他们到法院去报道 他说改天得要找几个社会的第三公正人士 共同向社会发声 他说他打算一桩一桩一件一件的 向造有诽谤慈悸的人算个总账 但在这个时候也有人对世昭慧讲了一句话说 你在骂人之前有没有想过慈悸是先强行通过开发保护区 到底这个谁是谁非啊 应该是有公断的吧 好 讲到这个相关的庙产也好 或者是这些其他相关的宗教的 因为财产过多而造成的诉讼 或者相关的这些黑影窗窗的事情呢 我们稍微Google了一下就找到了一些 我们就去比较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下 好 我们在2007年的5月7日 在国外在捷克的圣维塔大教堂 捷克天主教会决定就著名的 这个圣维塔大教堂的他的物业拥有权上诉 跟捷克政府对簿公堂 让这个13年的这个征产案划上了据点 还有在台湾呢在台中的清凉寺 叫清凉寺 好2010年5月11号 姐弟征庙禅 因为要接这个该寺的会计的 试真贤法师 要求他的弟弟试法真交出账册 双方互这个既存证信函 还爆发支持者的冲突 好 我们再看看 在2010年的11月11号 彰化县的碧云禅寺 妙方委托这个营造商呢 去修建禅寺主体之后 后来没有付这个工程款 双方造成了这个纠纷 彼此互控是诈骗集团 2012年的9月 屏东的准提寺 在这个时候屏东准提寺 是精传枪响耶 这个注词呢 誓源成他的手跟腹部受伤 因为呢 有人呢 基于这个妙产 希望他交出来 后来因为管理权 双方这个是拔刀拔枪相对 好 在这个地方 其实 还有其他的部分 我们也试着查查其他的宗教 但是浮在台面上的 被报道的不多 但是我也听说过 在台湾的其他像基督徒的一些 教会也发生过这个 牧者就是牧师呢 把这个教会的钱拿去投资 买房地产 然后赚了就是他的 如果赔的话 就想办法冲回来 好 这样像类似的情形 发生最大的事情 是韩国的最大教会 也是全世界最大 拥有八十万信徒的牧师赵拥基 在去年的四月被判刑 三年确定 原因是因为他花了 他把这个大家共同的钱呢 去投资了他的儿子开的 一个清洁的公司 那造成别人去指控他 说他这个去投资的时候 超过当时应有的市价 大概两到三倍 最后造成的损失 大概是差不多 直合台币四亿左右 那这个赵拥基牧师呢 他后来跟所有人道歉 但是他事实上的三年徒刑 后来判缓刑 同时也有罚款将近两亿元 所以我们要说明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权力造成腐败 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人 大家戴上了魔戒之后 那个滋味是相同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魔戒 可必告诉大家的 不只是告诉所有的政治人物 包括所有的宗教人士 你更是应该要远离魔戒 连世代一下都不可以 杨世秋议员 我想你对很多的宗教是很了解的 像这样的情形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宗教会这样子 其实这是一个权力的魔戒 不是吗 文正我觉得你刚刚举的例子 非常好 我想我们两个都基督徒 在座可能有非基督徒 可能有佛教徒 可能有道教徒 甚至还有天主教徒 其实我们今天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里畅所一圆 真的是全世界在宗教这块领域 我们真的是快乐天堂 宗教最重要是宽容跟所谓的博爱 我想在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找不到 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今天 从新山南路的大安森林公园里走一遍 你会感觉到 全世界看不到的气氛在台湾发现了 你一进入口 会看到观音菩萨的像 对面是天主教的圣家堂 每天有菲律宾的劳工进去膜拜 旁边是清真寺 对 旁边是清真寺 看到印尼的劳工去膜拜 再过去就看到 宁良堂 真理堂 怀恩堂 那边新印度上 还有藏传佛教的金色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 几乎没有任何的真子 我们不需要担心可能ISIS 会因为我们探讨实际 或探讨哪一个宗教 会面临到斩首的事件 我们回顾一下最近这一个月 全世界最可怕的就是查理 因为污蔑了所谓的穆罕默德 造成了将近十个人上升 不久之后丹麦也发生了 因为探讨所谓的这些宗教的问题 遭到了三个人上升 我们就在这里 能够这样的平心而论 真的是要感谢 这一块真的做到了所谓的 freedom of religion 真的是言论自由 你可以看 我常在想 我们从来不怀疑 实际功德会做去所够的贡献 我自己是个基督徒 我们也看过太多的实际人 我们也相信正言商人 基本上过去的贡献 大家也都可以肯定 但问题是 他有太多的善男性女 太多的信众 他可能是商人 他在追随你的过程当中 没有错 他可能是一心向善 但他回到把实际的服装脱下来之后 他就是一个将本求利的商人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他会不会同样跟我们一样 也有七情六欲 当你在变更这块保护区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他在旁边也买了 然后搭你这个所谓实际功德会的 一个所谓的招牌的情况之下 他从保护区变成间谍的话 那个利润是多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现在在探讨 真的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 但是只有公开透明 才是对实际一个最好的方式 不要说别人 我想今天 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 跟回教的巴勒斯坦 长达七十年的奔征 因为宗教 我们看到911 两架圣战士开放飞机 撞向了基督徒的 以基督徒为主的美国 我们再看到不要说别人 马可是在十九世纪写的资本论里面 他们是无神论的 他们是认为人类整个历史 就是一个阶级斗争史 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他认为宗教讲的天堂 讲的地狱 讲的来世 全部是麻痹人民 也因此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神 这个是人民的鸦片 可是连中国大陆这种无神论的 他也有法轮功的问题 他也有西藏的藏族 所谓达赖喇嘛的问题 他有维族回教的问题 台湾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这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但是今天我常常讲 柯P在这次选举 为什么造成旋风 他让所有国民党民进党 难得立的 全部感到尴尬的就是 因为他在选前就公布了 所有的政治陷阱 我前天参加一个活动 你知道柯P怎么样 柯P我后来回去 那很多媒体 但我回去看了我的政治现金 我也接受了远雄的政治现金60万 可是我合法申报 他依法结税 而且我提前就公开了 这就是一个 如果今天他没有提前申报 今天他在很多的问题上 即使是合法申报 依法结税 都可能会面临困境 我相信今年的立法委员选举 明年的总统选举 所有兰略政治人物 都会比照办理 就是提前公布 对 我觉得今天 实际今天必须要说的是 当你佛教 我们尊重 像我们今天的可能家人 或是朋友 都一定有佛教徒 但是 我们再回顾整个宗教的历史上 刚才师姐也提到 我想 基于和我们的这个文证 都是基督徒 在基督徒世界 刚才也提到了 很多教会也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不会允许教会的牧师这样做 对 但是也受到了成绩 而事实上整个宗教最 坦白讲 最黑暗的时机 就是封闭的 我们知道 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 长达三个世纪 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 当时是怀着神圣的情操 是要进攻耶路撒冷 找回这块圣地 可是最后也是商业的利益进来了 第四世十字军东征 是最有名的 威尼斯商人为了 怕这个十字军东征 影响他的商业利益 既然买通了十字军 叫他去打 同样是基督徒的东罗马帝国 对 结果十字军东征 到最后的长达两百年的战争 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 他所带来的后果是到今天回教徒 跟所谓的天主教徒也好 基督教徒 所带来的后遗症是如此之当的 尤其我们知道 后来进入了中古世纪 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 为什么有马丁路德 为什么会有科尔文教派 原因就是到最后 当然跟慈禧很不礼貌的 来做个对比 你只要犯了罪没有关系 买赎罪券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古世纪的赎罪券到最后 让很多人认为 没有 花钱可以消灾 跟黑道什么两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会有所谓的宗教改革 才会有基督旧教 基督新教 也才会有这么多的 包括天主教的神父 到全世界传教 包括今天被封为圣者的 泰瑞莎修律 这个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他没有接受别人的膜拜 他就在第一线的去救治 是那些印度最苦最同情的人 他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律 所以我觉得今天 实际在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当中 刚才我听到嘉瑜提到 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当然我们相信政治人物 一样可以有信仰 商人一样可以有信仰 但是当政治人物 如果透过你的影响力 或者是商人 在你膜拜慈祭的时候 或许你是一心向善 但是当你在买这块土地的时候 我可能买了十万瓶 是啊 我把五万瓶捐给你慈祭 那用你慈祭的方式 来帮我开发 然后另外你五万瓶呢 就在旁边 我就在旁边 那说实在 其实我们看看 附近的土地有没有转移 就大概可以了解 我们相信慈祭要做公益 可是旁边的那些人 是不是要做公益呢 曾经在称为高雄王的王毅云 后来在中国大陆病死 他当年当台北高雄市长 他就什么 他也在开发 高雄市民一方面感激他 一方面也痛恨他 为什么 他也开一条十线道的马路 八线道的马路 他用政府的钱开马路 他同时在那边买土地 结果旁边的农田 变成了住宅 旁边的农田 变成商业大楼 但谁出钱呢 政府 用政府开发经济 开发道路的名义 来为他自己赚钱 所以我觉得今天 实际真的 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逃避绝对不能解决问题 尤其我刚刚所说的 当政治人物的介入 可能为了选举 当经济一些商人 在披上慈以念 阿弥陀佛的 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心存善念 可是当离开慈祭 脱掉那分身袍的时候 他心中同样跟我们一样 有七群六欲 所以我觉得 当你公开透明检视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些政治人物 到底是为了实际 当然疫情存善 还是为了后来的选举 还是为了后来 某种程度的一个政治现金 其实我觉得 像我们今天看到 欧洲中古世纪最后被人诟病的 就是当宗教跟政治结合 教宗同时成为教皇了 他拥有所有的权利 最后不得不做 所谓的宗教改革 所以我们才会碰到 今天我们基督徒 常常想要讲的一句话 让上帝的归上帝 让凯撒的归凯撒 我认为宗教只要单纯化 这是一个 第二个更重要的 公开透明 是任何只要牵涉到金钱利益 即使你有再伟大的杰操 你有再神圣的情怀 你是一个最让人尊敬的人 都是用透明公开的方式 检视的结果 我相信实际会让更多人尊敬 正言上人也不会有人质疑 但继续回避问题的结果 我很担心过去的三十多年来 他们的所努力 会不会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误解 杰明这个事情 我想牵涉到的是 应该是高于法律层次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 只被拿来做法律的检视 就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地方 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甚至有人说 因为没有宗教法 但是没有宗教法 还有民法跟刑法 诈欺是没有因为宗教 或者其他任何的团体 而有任何的差异性的 还包括这些土地的转移中间 还有税法 这些东西也不会因为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有几朵梅花 或者什么东西 而有不一样的处境 所以杰明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特别是因为这件事情 会引起社会大众 对于某些情况之下 会制造对立 那也包括在释召会法师说 像批斗慈济犹如红卫兵 批斗慈济如红卫兵的人 恐怕就是释召会本人 我这有证据了 我不是胡胡说 因为他现在准备要找人提告 这是释召会说 呛网友灭顶的行动 就是打压慈济 批斗目标不是灭顶 而是要消辞与仇佛 这是释召会自己说的 但是释召会在之前 他之前早期在95年的时候 他在清大演讲就提到 慈济的硬体设备是越盖越大 然后主要是靠大财团大企业在支持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个鼎心算不算是大企业 鼎心算不算是大财团 那不就是这个释召会现在讲的事情 就是他95年讲的事情 而且还一一的对照到了 好奇怪 然后他说当这个你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执政党跟财团就会有密切的关系 而当时不就是有一个执政党跟你说 这个保护区有可能可以开发 好准啊 释召会95年讲的事情 打了释召会在2015年讲的话 这都是2015年释召会所说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神奇 释召会没有改变 释召会还是释召会 但为什么释召会在95年讲的事情 会打了他2015年的事情 后来我心灵神会了 为什么心灵神会呢 因为呢 这个图让我告诉我一件事情 人会因为时间 因为佛头会因为时间而改变嘛 所以有一个叫做宇宙大绝 你看 这是就是我们现在争议的33万 里面其中一个动作 我不知道以前佛 佛教是不是知道说 有这个地球长的样子 但是现在呢 因为时代的改变 所以佛呢 大绝者知道 有地球的这个样子 所以就一个很大 一个很大的这个佛头 看着很小的地球 再看一次 是不是很大的佛头嘛 看到一个很小的地球 因此呢 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啊 他们就做了一个解释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最喜欢看哦 别人怎么回应 因为一回应呢 就会越精彩 就像四招会 九数年四招会 打了 2015年的四招会 打了还不轻呢 他不讲 还没有人去查他过去讲什么事情 讲的真准 一样道理哦 我念给大家听哦 我真是感动啊 这个宗教真的一定要这样子 你看哦 他说啊 这个宇宙大抉择 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呢 所以现在有宇宙大抉择 因为大抉择 这个佛教会因为时代改变 所以他现在可以看着这个地球嘛 但是里面他为什么看地球 你给大家听哦 因为呢 他心疼啊 苍生多苦难 这个默默的联席地球 那么表达慈禧人呢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天下无灾的心愿 好了 那既然要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那你要不去告别人呢 答案是 当然要告啊 这样才能够祥和这个社会啊 所以呢 我就立刻呢 去查了 因为这个 刚才讲是高于这个法律 我想要高加于 高于法律 好 我们就把它拿过来 是冷消耗过来 很冷 好 我们来看我就查了 那 使大家留意一个件事情 我们先要回应这件事情 这个 大爱是一个 一个这种就是 超过父母亲的爱 叫大爱 那么它应该是一种 这种心灵上的资源 它跟财团呢 公益呢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而公益团体呢 不应该有商字 对不对 讲了商你就不叫公益团体啊 你是要赚钱嘛 但我就很好奇 所以我想要请教 高加于这个 因为是法律系的高材生 这个商标权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跟商有关啊 你看 他美丽的脸 就再做一次 就 刚才没有cue到你嘛 对 所以商标权就是跟财团啊 跟商务有关的嘛 那么结果呢 大爱呢 打败了 就是他用大爱慈激呢 打败了这个大爱无限 慈激大爱 跟大爱无限 有没有一样 这名字 慈激 因为这个细节部分 我也可以连上网 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慈激大爱 跟这个慈激 大爱无限有没有关系 好像没有关系 就法律竟然判 商标权 所以简单一句话是说 所以慈激以后任何人 只要一起来翻转 提到翻转都不要 不可以 对 这延伸出来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说 大爱是一种 不能用商业去 所描示的事情 结果他在法律上面判你 大爱无限 你违反我的商标 那商标的目的 就是要创造盈利 那我就很好奇的是 慈激到底讲了多少税 为什么有商标 这件事情 所以慈激如果有商标 那他就是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他就应该要缴税 他拿到的这些东西 就要公开告诉大家 你到底做哪些生意 就果不其然 他在三亿开墾了一个茶园 他卖的价格 一定比别人贵 那你知道为什么 高山茶比较贵 因为高山的天气变化大 所以他茶的这个品质就比较好 那么而且因为高山 所以他的虫害比较少 可是三亿是一个丘陵 他的这个温差没那么大 所以他说他没有放这个 就是说他是有机的 然后他没有这个撒农药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是慈激讲的 我认为这个 当然我没有权利去指挥检调 我倒是很好奇去查看 三亿的这个茶园 到底有没有撒农药 我非常的好奇 因为它是属于平原的 平原你不撒农药肯定有从 那你的一星两叶 还把说两叶什么 一叶是什么东西 拜托茶叶本来就是一星两叶 首摘的茶就是一星 一星是智慧 一星 这样就可以把价格拉高了 这叫做高超的这个 就是这个应该行销手段 所以呢 跟他这个商标一表起来的时候 国不起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世召会说的 我真的是准 他说呢 当你跟大财团 跟这个大企业支持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走向的是行销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你的这个硬体设备就越高越大 你做的生意就越来越大 好了 但是我的重点又来了 如果按照大爱的逻辑的话 台湾大哥大应该去告台湾 台湾大车队 对吧 台湾大哥大应该去告台湾大车队 因为台湾大哥大先有 才有台湾大车队 那所以台湾大哥大不告台湾大车队 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慈激大爱没有坐计人车 他没有坐计人车生意嘛 他就可以去告 坐计人车是你取用我的名字 那就不对了 那你台湾大车队 台湾大哥大 为什么不告台湾大车队呢 你这样不告 真的我跟各位报 富邦集团 你赶快叫你台湾大哥大 赶快去告台湾大车队 要不然这样就证明 慈激大爱是错的 你怎么可以证明慈激大爱是错的 慈激大爱是没错的 你有错的错就会被告 还顺便告一下台湾大车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台北富邦是有告大台北银行 所以大台北银行是败诉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两家都是银行嘛 所以你富邦集团大 你告了大台北银行要改名 恭喜你 果然财大气出 告人家告成功 可是台北富邦跟大台北银行 一听就知道是不同的银行 所以这样也可以告成 但是它是银行 但是问题是 其实你实际大家有搞计程车吗 是商标吗 是商标吗 重要是要讲三遍 是商标吗 你不是耶 好了 刚才呢那位这个就是 那位名校毕业的这个念 生命科学 简单就是生物系 看起来他念植物系的 这位这个副教授啊 哎呀你说这个 这个因为衣服不一样啊 那我就不知道 你赶快中国时报 你赶快去告他 或者那位教授 赶快告到中国时报 来来来 这个是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纸哦 A5话题 日期呢 是104年3月2号 所以这个比较早 好这个比较早 那那个内容呢 比较晚就是这位 优秀的博士 杜兰大学是 这个杜兰我不认识 就是我说的那个杜兰 好了 不论怎么样呢 很抱歉耶 很抱歉耶 到底谁在说谎 这个 这里面讲一件事哦 他说他的妈妈呢 的确一开始做回收的 所以他穿的是Polo衫 那有一天呢 看到别人穿这个 这个旗袍 他想说 那我也要去穿旗袍 就发现到 那个慈禁人家说 对不起对 你这种做回收的 是不能穿旗袍的 那他就说啊 那我为什么不能穿旗袍 他说你要去募钱 你募到一个钱呢 你就可以穿旗袍 他妈妈一听到的时候 就很开心啊 他妈妈就说 那我就赶快啊 就是功德款护術啊 是门栏啊 那我就赶快受培训 认证才能旗袍 因此他妈妈就赶快 努力去做这些事情啊 果不其然 他也可以穿旗袍 因为他原本是穿 这个白色波罗衫 在回收的嘛 果然就可以做旗袍 但旗袍呢 一套呢 要两万元 但是终于穿到旗袍了 不是这个就是台湾有地震嘛 那实际不是很多人 去这个照顾地震呢 他的孩子就说 妈咪啊 你为什么没有去呢 结果答案是什么 哦 对不起 你这个做回收的啊 这个德性不够 你不能去救灾 德性不够 这是上面讲的 我没说啊 这是报纸 趕快 我希望这位博士 趕快去告中国时报 因为他讲的跟你不一样 那如果呢 报纸讲的是正确的 你讲的不正确的话 就有爱你是生化学博士 博士耶 这个不容易耶 那如果你不告他呢 那就证明你讲假话 但是很抱歉 你的学校好像是慈祭耶 那就是实际讲假话 那慈祭怎么能讲假话呢 慈祭是佛陀耶 宇宙大抉择耶 他怎么可以讲假话呢 所以赶快去告 这个记者在这个地方 这个记者叫做 洪心慧 好 你赶快告 你不告的话 就是慈祭讲假话 这可是翻天覆地的事情耶 现在慈祭有一千万人耶 我们的正言法师 可是大上人耶 上正下言上人耶 上人代表的慈祭是不能讲假话的 好 所以我讲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当你去告大爱无限的时候 就证明你是从事商业行为 第二件四朝会 你正在把你以前讲的话 现在吞回去 果然你真的跟正言一样 随着时代在改变 你也在改变 太神奇了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 什么佛法 让你改变你以前的说法 我真的四朝会 马上你讲出来 你为什么以前讲的内容 跟现在不一样 第三件事情 如果一堆人 这种大学教授 都枉背他的教授的这个资格 开始说假话的时候 那我真的希望去对决一下 赶快去告这个中国时报 如果不告 那就实际说谎 实际说谎 那代表你这些所有捐的钱 恐怕都放在假的地方 那这事情就越语越练了 那么正言法师 就不能用温柔的声音说 这个一切都是慈悲 上劫下明你快被告了 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小姐呢 这个台北市都委会 在后天就要开始讨论 有关于慈悸内湖的开发案了 但是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有一则新闻引起了大家所注意 因为慈悸耗了16年 取得内湖的万平地 有一个人他一次送了14笔地 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 这是习根台湾协会的秘书长 林子玲他所公开给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清策 这个案子的土地费是16年取得 其中15笔是购买的 有14笔是赠语的 14笔是赠语的 到底是谁呢 好 这个人姓许 许姓慈悸基基金会的董监士 他从2000年7月开始陆续购买周边土地 再一次捐给慈悸 所以呢 这个许姓一方面透过捐赠抵税 慈悸申请变更保护区 用途之一作为资源回收项目 包括宝特瓶抽丝做毛毯衣物 再者这个许姓的女子 她也是一家企业公司的总经理 那么事实上 这个公司又跟慈悸合作 来结合回收 宝特瓶制作环保衣 这让林子玲认为 这之间的利益共生结构 是相当值得万位的 所以慈悸是不是应该给一个交代呢 我们看到周玉寇 在今天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他在这里点出 慈悸内湖地的开发案讨论 其实郝龙斌市府时代 就已经进入了细部讨论 显示这个地方要变更 地幕已经悄悄过了第一关 若不是政党轮替 早就顺心如意 可能现在弊案要增加第六号了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媒体整理出来这个慈悸 他们的地是怎么变更的 在这个地方 慈悸在13年之内 取得了13.35公顷 27笔保护区内的土地 这是荆州刊最新一期的报道 在1997年有三笔 3.144公顷 他是跟新路公司购买的 在2000年有一笔 是0.1084公顷 是向私人购买的 好陆续就是往私人购买的部分 就是这个提到的14笔 2001年有三笔 是7.7公顷 向私人购买的 2002年有6笔 是0.6558公顷 也是向私人购买的 2010年有14笔 有1.7480 是地主捐赠的 一共在13年之内 取得了13.35公顷 27笔保护区的土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专门挑这些保护区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区域 现建的区域去变更 然后成为自己的财产 这个像不像是一个 有计划的行动呢 嘉宇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慈季历年购买内湖保护区的土地清测 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 在86年的时候 他开始购买这个内湖保护区的土地 一开始他只买了三笔 这三笔加起来大概是3.1公顷 可是呢 它的地幕可以看到都是溜地 那溜地我们刚刚也讲了 就是一个琥珀一个食堂 它是灌溉用地 它其实是不能开发不能使用的 可是你买了溜地之后呢 既然陆陆续续的呢 又继续买了土地 到了这个99年的时候呢 既然有14笔是来自同一个人捐赠 也就是刚刚这个金玉姐讲的 这个许于娟 同时她是慈季的董监士 然后买了这14笔土地呢 一起来捐赠给慈季 那令人质疑就是说 他捐赠土地 当然一方面他可以抵税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自己又身兼这个盈利事业 就是心采实业的一个总经理 那这家心采实业呢 他主要就是做一些 保特瓶的一些回收的材料 然后把它制成是衣服等等 机能性的衣服 环保的衣服 所以他跟很多知名的品牌合作 他也跟慈季合作 帮慈季来生产一些 震摘的衣服 所以这样子起人疑逗的部分 就是说 他跟慈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方面他是慈季的董监士 他去仲介慈季来买这些土地 买土地来捐赠给慈季来抵税 另外一方面 他又赚了慈季的钱 算不算是慈季的生意伙伴 所以像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会让人质疑说 如果慈季内部 虽然上人他是可能是 存心做好事 可在整个慈季的内部 包括他做生意的人 管理他财务的人 他的工作人员等等 每个人都是抱着 做善事的心情来慈季工作 或是帮慈季在仲介这些土地吗 那另外一方面说 保护区的土地本来是不能开发不能使用的 可是如果今天卖给了慈季 卖给了慈善团体之后 就可以来变更使用 那这样子有没有合理性正当性 甚至说保护区的土地被破坏之后 然后呢再卖给这些社府团体 慈善团体之后 也可以合理化正当化的使用的话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Mega之后 是不是开始除了买卖土地 收取佣金之外 在土地破坏之后 移转之后 也可以让保护区 用无鬼搬运的方式 让它合理化正当化 当然我觉得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 其实整个慈季的保护区 从一开始到现在 争议重重 这17年来 慈季从来都没有面对这些问题 而一再的说 这是一个已经被破坏的一个保护区 但实际上 慈季陆陆续续取得了这样子的土地 总共加起来有16.3公顷 而最近被质疑就是说 其实慈季它取得这个保护区呢 跟居民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纠纷 就是说 在这块保护区里面呢 它有一块地 这个地呢 是道路用地 原本呢 它是供居民通行的一个继承巷道 结果慈季呢 它设了一个铁门 铁架栏 把这块地围起来 不让居民去通行 所以呢 居民就去提稿 然后到了士林地检署 士林地检署不起诉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慈季说 这个地的铁栅栏被围起来呢 是一个已故 就已经过世的一个情信志工所为 就全部推给一个已经过世的人 所以当然因为对方已经过世了 后来地检署是不起诉的 可是后来呢更受质疑就是说 在这个官司的过程之中呢 慈季跟我们 因为这块地是国有财产局的地 他就跟国有财产局买了这块地 所以他从侵占国有地 后来又转为私有 那为什么慈季要买这块地 国有财产局 为什么可以把一个公用的土地 卖给慈季呢 当时国有财产局的说法是说 非公用的土地如果因为这个公益所需 是可以让售的 可是前提要是它是非公用的土地 可是这块地是继承向道 它具有公共地义关系 长期以来是供附近的居民通行的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公用的土地 怎么会是非公用的土地 所以从头到尾其实对于 内湖的居民来讲会觉得说 慈季的这块地一直以来 造成了居民的对立跟纷争 一直以来居民希望的就是说 保护区能够回归保护区 它能够做水保公园 因为最早慈季是想要在这里 盖一个儿童医院 但是居民经过公投之后呢 有8成6的居民是反对新建儿童医院 而9成的居民是赞成做水保公园 让它恢复原本的制红池的功能 可是慈季它的说法是说 我要给你制红池 但是给你2800立方公尺 可是呢 据都委会的委员专家学者的说法是 这块地原本应该容纳是 4万立方公尺的制红量 所以制红量一旦减少 一旦开发量体变大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新的灾难 会不会造成淹水 这是我们最忧虑最疑虑的地方 但是慈季一直不愿意把它送还平 所以导致到现在呢 纷争不断 我觉得慈季面对这块地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更明确的做法 就是说怎么样来杜绝争议 但是很遗憾就是说到现在 慈季还不愿意放弃这块地的开发 不愿意让它作为一个生态公园 水保公园 还是持续的坚持要来开发 作为志工大楼 我们真的很不解说 到底慈季为什么如此坚持 因为如果慈季当初去募款的时候 是打着以善为名做环保的目的 可是他今天所做的事 却是在开发保护区 那当然更令人质疑说 他的捐款的目的 跟他最后的作为是不是一致 那更何况慈季一直坚持说 当初捐钱给慈季买这块地的人 不是要做公园 不是要做水保公园 不是要做保护区 而是要开发做大楼 那当初到底是谁捐钱买这块地给他 就是许于捐吗 就是许于捐当初捐地的时候说 要慈季来做志工大楼吗 所以这背后是因为说 人家捐钱给你要专款专用 所以你就只能一定要开发吗 这样可以杜绝社会的疑虑吗 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 慈季都没有出来说清楚 那其实慈季到现在争议 从内湖保护区开始一连串的 包括说整个慈季医院 他所受到的质疑 不管是说他整个规模 小于长庚医院 但是他的管理费却高达21亿 比长庚医院这个规模第一大的医院 他的管理费才15亿 相较之下 到底为什么他的管理费要这么高 包括慈季的水电费要2亿多 可是长庚医院规模第一大的医院 他只有2千多万的管理费 为什么慈季是10倍 这些慈季都有必要要向大众交代 但是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说 到现在慈季这么一个规模 庞大资产上千亿的一个慈善团体 已经是具有公司的规模 可是面对这些争议跟质疑的时候 他却只是一个一切依法律规定 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这个社会观察者 就是自身媒体人王上志 在这边也有提出了一个新的质疑 除了刚刚嘉宇所提到的 比如说他们在购地的过程当中 或是甚至可能有其他的招标的 采购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内幕之外 他还特别讲出慈季的国内 募款资金流出海外 有没有进入私人口袋 进入中国大陆 买地买楼的资金 是以谁的名义和账户出入 他甚至要问甚至 有没有向国际投资圈耳闻 所指出的慈季有将 善款资金委托国际操盘对象 进行投资获利 可能都有待进一步的追查 杰献兄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已经是台湾第三大地主的状况之下 并没有一个公开而透明的财务报告出来 其实我觉得对他的解释 一般社会大众最质疑的 其实还是这两点 一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湖 这块土地要开 保护区要开 保护区的土地变更要开发的 以及第二个 就刚刚我们看到的宇宙大抉择 把它形塑成是正眼的 那个面向 我现在谈内湖这个事情 我稍微补充一下 通常一般 我们看到的土地变更的炒作 去碰都是农业区的土地 或工业区的土地 一般财团企业 或者有办法的人去摸这种土地 去碰保护区的土地 几乎不敢 几乎不可能 各位可以查一查 保护区的土地没有在买卖的 卖不出去 坦白讲我送给你 你都不要 很不幸的 敢买保护区的土地 只有宗教团体 他敢买 比如说有时候 你到山里面去盖一间庙 为什么 那其实它盖在保护区里面 可是我这个庙 一般通常 政府比较不敢或很为难 去处理宗教的东西 那像慈激这个案子 我们再来看 除了它是保护区的土地以外 它有一个环平的问题 过去我碰到一些规避法律 规避法律 想要投机取巧的 比如说一公顷你要做环平 它通常都说 切割一块地 我只开发0.9公顷 慈激这个就是 它说文教用地 要5公顷做环平 我只开发4.8 会做这种小动作 会去投机取巧的 通常是不良商人 或无良的财团 不应该是慈激来做这种事情 因为慈激上你的整块土地是有16公顷多 慈激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坦白讲 慈激有那么大的社会支持 有那么高的道德地位 一个组织慢慢膨胀到这么大 当然管理是非常重要 我一直很好奇 正眼法师不可能管那么多事情 那慈激的决策 机制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决策 所以俊先生你说对了 其实这件事情 到底谁做决策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情 从那个鼎心慰应充的事情 到今天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这些事情 曝在阳光下的时候 我们没有听到正眼法师拍桌震怒 勃然大怒说是 谁在我下面做这些 比如说 对 我觉得 当时谁来决定 要去买保险土地 所以就是分好几年一直买 那谁决定要买的 保险土地你怎么开发 你买的根本没有用 甚至温尼台风都已经发生之后 他们还是继续买 还继续买 为什么 是谁决定的 好 再来我们来看 像做那个佛像 宇宙大抉择的 坦白讲我们跳脱辩论 请所有的社会大众 大家来看看 这尊实际做出来的这个宇宙大抉择 到底是我们一般认知的佛陀的形象 还是正眼法师的面向 还是世交会 就是正眼嘛 就是正眼嘛 好 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 实际你应该面对这个问题 实际不能硬拗狡辩 甚至你对社会大众说谎 还变到说 因为佛陀到处奔走很辛苦 所以应该是很瘦 那么这些比较胖的出家人怎么办 对不对 你讲这种话 实际 太离谱了 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再来我们来看看 刚刚有提到的 这样一尊相要卖33万 一斤瓷器的茶叶要卖4000块 不管啦 反正这是一种买卖嘛 有的人他愿意接受 可是这些人买啊 我相信啊 他们一定都 第一个信任瓷器 对 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好东西 瓷器不会做黑心的东西 第二个他可能认为我买瓷器啊 其实我也等于一半在做善事 瓷器应该要好好珍惜 你现在的社会地位 和大家对你的信任 你不能去破坏它 所以今天如果让大家看到说 你为了开发内活这块土地 你无所不用其极 你甚至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 你动员了那么多的 看不见的力量 有所谓的明代护航 或者有所谓的黑道 来去逼迫当地的民众 甚至去压制反对你的力量的人 我看瓷器怎么去面对那么多 支持他那么多捐款给他的人 所以我认为 政府也有一个相对的责任 比如说瓷器的他的账 坦白讲 我们今天政府 他对这些团体没有在查账 全台湾有多少的基金会 有多少的法人团体 政府当委哪有能力去查账 你把账给他 他几乎就是被查了 有问题了 有人检举了 他才拿出来看 而且所谓会计师签证 大家不要被观念搞错了 会计师的签证 不能证明你的每一笔钱都是 都没有弊端 每一笔钱都是干净的 会计师签证只是说 有这些收入 有这些支出 至于那些评单是真是假 这些钱有没有花在该花的地方 或者是有没有所谓 被人家怎么样 会计师是查不出来的 他只是签个账说 就是有这样的评证 收入 那有这样的支出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认为 大家对瓷器 都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我觉得别的团体也会遇到 如果瓷器这么 有社会地位的团体 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弊端 别的单位也有 那我如果认为是法律问题 政府应该要修法 政府应该要定出更严格的法律 来强制来监督 有某一个层级以上 像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实际坦白讲 以它的规模和经济实力 如果来念入台湾的 大企业排行 绝对入榜 但是今天如果没有人 上千亿的一个团体 它的资产那么大 都完全没有办法受到 政府法律的规范监督 我们大众都看不到 我想这个社会大众 对这个事件开始 对我们是一个社会 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杰明一个慈善团体 一个宗教团体 他应该不是把法律 作为维系他们的 内部管理的一个标准吧 那我们听说 这个中间还有包括炒作 包括可能是外币 或者是股票 或者是基金相关的东西吗 王上次这个指责 是非常严重的耶 因为这已经牵扯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钱 是啊 因为你今天很上 这笔钱是大家去捐赠给你的 那么如果它的方向 资金的流向不同 甚至到其他地方 透过所谓金融工具的话 它就是标准的洗钱的动作 还记得当时这个 有说阿扁洗钱嘛 因为爱德蒙有一个资料 所以有这个洗钱的金额 大概是几亿元嘛 可是我刚才指控的金额 是47亿元耶 这已经是阿扁当时所被说的 这个海角七亿的几倍 七 哇 这个已经到七九七 哇 算不清楚 因为我脑筋混蛋 八倍多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实际把它抓去关啦 如果王上次说是真的 洗钱现在全球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话题 应该是说罪法 对 尤其像美国这个国家 都开始抓 还记得当时不是台湾 有个六亿仪式 这外交款限到了美国 美国就把它当做是FBI来查了 所以如果王上次说 这个指控是真的话 那这已经牵扯到 司法的问题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有没有所谓的背信的问题 因为今天所有老百姓 他因为我那天跟 就是来宾有稍微闲聊嘛 他说其实很多的人去捐钱 不论你捐一百块还是一千块 没多久呢 就会电脑会有一张 这个说你这一百块 已经用在什么地方了 你这一千块 我这电脑很神奇 我真怀疑 它是不是一个电脑机制 就是跳出一个票 票号 所以这个钱去哪里 到底这个钱去了 没有 没人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王上次说 这些钱有拿去仪式去做这个炒作的话 那对不起 那你有一个凭证给这个收到钱的说 你这笔钱已经用在什么地方 但事实上这笔钱 你给人家凭证是不对的 那是背信啊 如果今天你没有给人家凭证 那你就罢了 那因为到底这个钱去哪里 我信赖原则吗 信赖你这个 慈善机构去做这个事情 那就没有 可是你还给人家凭证 这是背信耶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 现在全球都在查 有没有什么资金拿去炒作什么特定目的的 那个是 如果你今天不是以所谓的一个 所谓正确的基金模式 而这个钱你委托某个特定的机构 去做这个炒作的话 这个很严重 你还记得当时这个兵拉登 他就是 对不起 不能拿兵拉登做例子 因为这样子 兵拉登是杀人狂徒 但是他当时也是在查 他的钱就是到处去做一些不同的勾当 当然我讲这么严重的事情 是因为王上志这个几则 太可怕了 曾几何时 每一年将近100亿 20年2000多亿的现金 然后到处跑一跑 其中2000多亿的现金里面 已经有高达1300亿变成资产 我再说一遍 这个实际每一年大概是100亿 那么在20年前 大概是每年就41亿 所以这20年累积了2000多亿的现金 可是他只光资产规模 就到了1300多亿 那其他用在公益的钱是多少 我不懂 因为上次我们不是有表格吗 就是把他什么学校 什么拉拉拉拉起来 下面的金额是1300亿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你过去20年了不起 募的就是2000亿 没错 一年100亿 20年不是2000亿 你竟然1300多亿是 已经变成是资产了 那你实际用在 就是说这什么七七八八水灾 什么七七风灾 用在国外前 真的只有这 剩下的这余额600多亿吗 我非常好奇 那跟你当时所给人家的这个发票 说你这个已经用在 这个某某的这个慈善事业 某某的慈善事业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到了 已经是背信的问题 而且喔 刚才我看到这个表格的时候 我突然间毛骨悚然 为什么 因为上次根据周刊完说法 这个所谓的宗教团体 可以购买土地 是2006年放宽的喔 对 2011年只买了1.7公顷 可是大部分的什么 7.7公顷 3.14公顷 都是在2006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买了13笔 在2006以前 所以他在法律还没开放之前 就做这个勾打 我讲勾当没错吧 因为你 你如果是法律过了 我们就不能讲勾当嘛 就是正常的 那你法律没够之前 你就在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些 有些某个看不见的手 叫你做这件事情 我 我一定要再回应喔 对不起我这个咳嗽 跟这个慈悸没关系 因为我是过年前 就已经咳嗽到现在 这个跟我是不是讲慈悸 对对 就咳嗽的关系是没关系 我再回来一件事情 我觉得讲的 真的 我不知道 现在这1000多万的慈悸人 听完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心里有做何感想 我在看这个内容 他说什么东西 叫做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天下无灾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天下无灾 结果我们得到结论事情是 他去告大爱无限 说你的商标有问题 他是把国有土地 拿起来后 放炸门 不准老百姓走 或者上次 我们根据这个 做话里面的 这个议员的爆料 是你慈禁门口 不能停机车 然后你在这个 就是我说的 买下这个远东的ABC 这个工业区的土地 你把柵欄拉起来 让人家原本可以停车 不能停车 再看一次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还有天下无灾 那你明明知道 这是保护区是破坏地 你希望天下无灾 再看看这个画面 哇 这佛陀 用佛陀的心 看着这个地球 希望这个地球 能够有序经营的时候 那么明明都知道 内湖这块地 以前是藻地 然后你却要把它 开发成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建筑用地 这个叫做天下无灾吗 我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请慈激港回来 你的发言人 怎么可以说出这些话 而你所做的事情 跟王上次讲的 你炒作国际资金 你可能涉及 把这个钱洗钱出去 而且你可能 你使用的钱的标的物 跟你给这个 这个捐献钱的这个标的物 竟然是不一样的 这是背信耶 这我们这边有 这个法律的专才 我希望我刚才讲 都不是事实 我希望我刚才讲的不是事实 如果王上次的指控是正确的话 这已经见到 检调单位要去查词记了 而且是立刻 马上现在就要做的 因为你辜负了 我跟你讲 各位观众报告一下 其实 有真的很多人 真的写信来了 我这边就有一分 这个人家写信的 他说他讲一个画面 他说他曾经看过一个 词记的画面 就是上 就是他是说某个 就是慈记的高阶的人 走过去的时候 那很多慈记人呢 就把要捐的钱 这个提顶 这样子 要把这个钱捐献出来 那写这封 这个成情书的人就说 他说 这些人有没有 这样子把他的钱给他父母亲 我再说一遍 他说一排人 就是穿着慈记的衣服 然后有一个 就是这个慈记的高等的人 走过来 然后每个人提顶 把钱这样供上去 他说看到这画面的时候 他就问一件事情 他心里问 他没有问这些慈记人说 你有没有把这样的钱 供奉给你的父母亲 有没有 有没有把这样的钱 去让这些 这个所谓的 就是他的儿女 得到适当的照顾 他的亲戚的朋友 得到适当照顾 可是他们却这样子 那你刚才我们的画面看到 就是有慈记人看到的佛头像的时候 我热泪盈眶好像 哇 证人啊 你真的改变我一件事情 结果答案是什么 意气 意气啊 意气认证 你不觉得说 王上智这个评论 我觉得慈记一定要回应 因为这已经牵扯到洗钱 牵扯到国际资金的这个 这个可能 有没有用在不当的范围 甚至你公益团体竟然背信 我觉得那个 我讲一下下就好 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在台湾其实 对于他们的资金运用 就已经没有办法很有效的监督 更何况 如果当一大笔钱 留到国外去 他可能要在国外建金社 然后做什么样子的慈善 那更没有办法进入到 所以我觉得那个 不只是政府的问题啊 政治人物 其实不肯通过 宗教团体法系国问题 因为大家碰到宗教议题的时候 大家都避世唯恐不及 最好都不要惹 不要碰 因为他们都是性众 所以我们常看到台湾那个 保护区的山坡地上面 就会有一个零鼓塔 可能是宗教团体的附属设施 山坡地保护地 你也是可以盖高楼弄个零鼓塔 这些现象都非常的古怪 而且其实讲到这个土地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 台湾最容易赚暴利的就是土地嘛 那你劈啪弄了那么多土地的时候 最基本的 大家都一定会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 谁建议你的 你去找谁牵线的 然后买卖土地 其实都是有佣金回扣的 就光这些简单的问题 其实都会让大家有很多的疑问 因为你不止一笔两笔 而且你 要变更的那个态度 是如此的坚定 那大家就会直接的怀疑说 那是不是跟利益有关 所以我觉得 我们摊开这么多的事项 我觉得 比较趋近于事实的现象是 其实慈祭就是打着宗教的名号 实际上做的都是人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佛的事情嘛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 一个佛教的得到的 这是佛要做的事情的话 你会觉得 这些土地可以这样子搞吗 佛会需要人来帮他练财吗 可以让明代 让黑道介入这些土地的纷争吗 不是 所以一切都是回归到 人的真实存在的世界的那个逻辑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 那所以当你看到上人的时候 就在 好 回到佛教的教义的话 佛教众生平等 你怎么会看到上人的时候 是要行跪拜理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有为佛教的 的那个真实的道义嘛 就应该是要用心去感受 所以你就可以跟佛沟通 然后你死后可能就会变成佛 基督教也是这样子啊 他不是偶像崇拜 你一定是要用心去跟神对话嘛 那所以 回到这个人的世界的时候 你不觉得其实慈激做的事情 根本就跟他的教义 是背道而驰 两码之士 而现在正是一个好的时机 当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如果不是靠这些外部的力量 给予慈激压力 让他们做内部改革的话 永远都不会改变啊 他没有压力他何必要改变 我每天开门就收钱啊 我数钞票数到这样子笑呵呵啊 这是大家要看到的状况啊 而且这样你对得起捐钱给你的信众吗 文生我简单补充一点 刚刚那个提到的齁 揭明提到的 就这个内湖的这块土地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那是不是 为什么他会去买 他怎么这么笃定啊 那是不是政治界有人啊 有高人提点 甚至就是暗示默选 我现在提出旨意 我认为马英九应该出来说明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一块土地啊 第一次个案 就针对这个个案 专案的地幕变更会议 就是马英九的时代 你看刚才那个像 那个这一笔 这个内湖这个土地里面 最大一宗是在2001年 总共三笔7.7公顷 这里面最大一宗 接着第一次的地幕变更会议 就在2002年 还好当时 还好当时的委员 有一两位有提出意见 所以这个专案会议总共开了几次 为了这个案子 前后市府开了九次的专案会议 都在马英九 后来当然郝龙斌的时代 可是一开始是谁 马英九 而实际不是没提过 先前在陈水扁市长的时候 他刚买来的时候 他买一点点三公顷的时候 他就提 可是根本不成案 在陈水扁市府的时代 这个案子根本不成案 为什么 因为一个大原则 就是要保护保护区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跟 你看 马英九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 他立志选举 他都有去拜访上人 上人也就出相当 对他 上人很少对政治圈 去讲东讲去或者说 特别去推荐 推举某些人 而只有马英九例外 而且这块土地最大的疑点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在买入最大宗的时候 隔一年 马英九你当市长的时候 你就为这一个案子 做第一次的专案会议 专案的地幕变更会议 而且后来连着九次 所以我希望这个案子 其实到此为止 我刚讲的这句话 柯P已经要坚守这个原则 就是保护保护区 这一个原则 柯P已经一再宣誓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 王大豆 这不知道是打到 第几个回合了 那连朱立伦主席都出现了 没想到还有 要继续往下看的续集 一起来看 王金平的党结案 最高法院命令 朱立伦要成设委 尽管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说不承受立法院 整王金平党结案的上诉 但最高法院 今天下午做出裁定 命令朱立伦 以国民党法定代理人的身份 要承受本届诉讼 如果国民党还是不委任律师 或是做任何的诉讼作为 那么接下来呢 最高法院还是会陆续做出 命令国民党依据上诉 第三审强制律师代理的规定 重新委任律师 但是再如果 国民党仍旧是 置若网闻 就是完全不理的话 最后才是驳回国民党的上诉 判国民党败诉定验 这朱立伦 上次这个大动作 他不承接诉讼 是在耍谁啊 耍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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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都在讲 耍大家 其实我觉得 这个 这个简单讲 就是国民党换了主席 朱立伦 他为了解决王金平的党籍案 他又不敢得罪马英九 所以想出来的一个 偷金魔口的方法 就是说 我不承接原来的诉讼 因为这个案子是 国民党去告王金平 所以是国民党的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就是党主席 原来是马英九 现在换朱立伦 朱立伦说他不承接 就法定就等于打朱立伦 一个耳光 也就是说 我法院我要跑完整个程序 你不能不接受 也就是说 朱立伦还是要来面对 面对这个案子 但是大家要知道 当时决定不承接这个诉讼的 不是朱立伦一个人 朱立伦是摆了一个正式 在国民党的中常会通过 而且是国民党在场的中常会 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 集体都同意 所以也就是说 等于国民党现在的党中央 已经同意要继续维护王金平的党籍 因为不承接诉讼 就是王金平的党籍继续存在 而且也就是说 现在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国民党的决策核心 整个中常委都同意了 好 就是说你 就是说你现在最高法院要求他 走完整个法定程序 朱立伦这个大方向还是不能变的 只是我觉得 马云九要怎么办 因为当时朱立伦只是说 不承接这个诉讼 马云九我很少看见他 反应那么迅速的 差不多不到三个小时 总统有新闻稿 一千四百次 新闻稿就出来了 也会看见他新闻稿写那么长的 痛骂 臭骂朱立伦 骂他相约骂他一大堆 那现在朱立伦要怎么从前来处理 我觉得 其实最高反应已经点出来了 朱立伦恐怕就是 我不找个律师 承接就承接 反正你就直接派我败诉 但不管如何 这个案子可以再进一步的正确 因为走两次 第一次王金平党籍解决 如果第二次 朱立伦还是同样的态度 那我看最惨的是马英九 对 马英九 可以说是 整个被 国民党 已经完全排除 踢除在外了 对 趕快半天朱立伦口中的假议题 不是党惨 原来是这个 出错了才是假议题 这个案子 其实应该是王金平去告 国民党 国民党是被告 对 国民党并不是告王金平 所以对国民党而言 其实案子上述到最高法院 王金平认为说 法院的见解当初是认为说 国民党没有秉持程序正义 他开除王金平的党籍 这是没有依循程序正义 这是无法可循的 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 所以到底要不要承接这个诉讼 当初我觉得整个国民党内部 有没有做一个讨论 当初国民党这么一个泱泱大党 竟然没有一个法律的法律见解 然后告诉国民党说到底该怎么做 我觉得整个朱立伦主席 在这个判断上面 到底是不是想要两面讨好 他一方面不想得罪总统马英九 但是一方面他又想要讨好 这个王金平 到现在所谓的这个朱王沛 或是王朱沛 其实国民党到底在打什么 如意算盘 可是看在民众的眼里 到底国民党的大是大非在哪里 马英九他一直坚持说 国民党要有大是大非 是一个讲是非的政党 可是到现在我们看到 马英九从一开始 对于国民党有所批判 发表了这个大篇的文章之后 竟然又出席国民党这个党政 行政立法的这个平台 代表说难道马英九过去 所坚持的这些是非公道 已经得到了解决了吗 代表说朱立伦不承接诉讼 这件事情他已经不在意了吗 我觉得国民党到现在 不承接诉讼的理由到底在哪里 必须对外说清楚 不是这样祸悉你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朱立伦今天说 我不派律师去然后最后被驳回 这件事情就当做没有 到底所谓的司法官说案 这件事情王金平所谓的官说 到底国民党在不在乎 马英九所坚持的所谓是非 在国民党里面算什么 还是说团结大于所谓的是非 我觉得国民党都必须说清楚 那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讲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 无爱凯撒但无更爱罗马 那我觉得马英九他是 爱是非但更爱国民党 所以他出席了这个 所谓行政立法的平台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当初 在整个行政立法这个平台 开会的时候 朱立伦其实是不希望马英九去的 因为当时 他们是没有邀请马英九去 但马英九自己说他要去参加 那我觉得对马英九而言 当然他现在也怕被架空 因为所有的行政立法平台 其实过去是党政 协商的平台 那如果今天马英九没去 有可能就 王金平跟这个朱立伦 两个人就一家亲 但是呢整个国民党的 只有马英九一个人 在总统府里面讲是非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子的 一个司法的争议 国民党不能用霍西宁的态度 必须要书面的说清楚说 到底过去的坚持的 所谓的是非正义到底在哪里 而且这个案子 我觉得是闹了个大笑话 你国民党自己本身是被告 最后你说我不承接这个案子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假设这个词记有天要告杰明 杰明说 我不承接 你不要告我 我不要被你告 我不要被你告 这事情就完了嘛 好我们听到广告 马上回来 谁是三亿男 谁是两亿男 在房间是闹得沸沸扬扬 特征组开始收口了吗 他开始在把这件事情 一个一个抽丝剥茧 我们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是慢慢在将军抽居 然后慢慢的一步逼近 来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特征组在昨天 传了这几个人 包括行政院前秘书长薛香川 还有一个汉门期的董事长 叫尼吉希 还有一个新长风公司的前董座王公展 以及马总统办公室主任康炳正 据说康炳正是负责来运筹帷幄 跟钱有关的事情 好那在这之前呢 还告了媒体人明代 周一寇 段仪 康成 敏锋 刘文雄 还包括政商界的人 那这些特征组约谈的人 好特征组约谈的这些人 包括连胜文 林文博 这个郑志龙 跟这一些所谓的做一桌 然后呢大家再捐款 然后凑集两亿 还是三亿的电子业大亨 看起来这个手法 跟陈水扁总统当年 被从周边开始一个一个约谈 最后下一步 已经约了总统办公室主任了 下一步是不是就是马英九总统 而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如同 这口袋已经收紧了 下一步直接将军 到了520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媒体界的 这些前辈讲的 就直接收押 就跟陈水扁总统一样了 俊仙 你看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 他约谈的这些人 几乎都是各种不同的背景 有商人 有媒体 有明代 政商界 可以说是他的约谈的范围 深度 广度都很大 这应该就是属于大量的约谈 坦白讲 这个已经有像是在办一个 国家元首或政府非常高层 官员的那种规模了 对 我注意看到检查总长今天讲一句话 人家问他说 你会不会约谈马英九总统 他说是办案的状况 这个就我们新闻发言的一个经验 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 或者目前你所掌握到的 跟总统基督是完全无关 应该会讲得比较正面 会比较清楚 这样子巨蟹線已经约了这么多的人 最后告诉大家说 没事 你觉得这法院还能存在吗 如果说今天他根本 目前说掌握到的 都跟总统没有关系 也完全没有想到说 会有可能约谈总统 那么检查总长今天在讲话 不应该是这么讲 他就不会说是办案状况 那这样子就给外界也有很大的一个解读 那重点是社会的一个氛围 大家的感觉 大家还记不记得 马英九当年他选总统之前 他特别会被起诉 他同时被起诉的时候 他立刻宣布他参选总统 掌声如雷 社会都相信他 马英九怎么可能 会做一些坏事情 贪污无弊呢 你看他被起诉 马上宣布选总统 那现在社会氛围是怎么样 很多人已经认为 马英九你真的就是有问题 这些状况我走过 2012年总统大选王刚结束 马英九丢出他的总统 竞选金会申报 我在党部 民进党中党部开过很多记者会 我们就觉得不可能 因为就他 就不是他的支出面 是他的收入面 他怎么可能只有募款4亿多 一半是国民党的党员事业给他的 他对外只募款2亿多 绝对不可能 可是当时啊 坦白讲 没有人有兴趣 也没有人理我们 大概媒体 或当时社会氛围是觉得说 马英九不可能 就是说 民进党是不是不甘愿了 或者是说当时的氛围觉得说 一个大选的动荡刚结束嘛 让社会安定一点 基本上 我认为是当时的马英九 还有一定的一个那种社会 大家对他的信任度 觉得他是笨 不是坏 那现在大家觉得说 他不是笨 这个人真的很坏 所以现在如果质疑他 道德操守有问题 是大家讨论 而且要求社会 特征族你要办真的 也不能办假的 马英九这个人 可能真的就是非常的坏 他过去大途都被他骗了 所以这个整个社会 氛围的逆转 我认为特征族不能 随得便便 做一个交代而已 坦白讲 我对特征族 我没有信心 我没有信心 我比你更没信心 我看到林立事务 我看到赖书 我对台湾的司法 坦白讲以前都说 国民党的党政 这个妙用无穷 马英九是发党政的人 他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那到底特论组 能够办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 关键在哪里 在社会的压力 我们应该要给 舆论的压力 所以希望大家要挺住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 就是说 当年特别费 最后竟然就是没事 不了了之 是不是让马英九觉得 这是可以侥幸的 所以 这个台语有一句俗言说 小喊头斑骨 大喊头堪骨 这就是堪骨堪出来 我跟俊憲一样 不那么乐观 说实在话 你看那个最高法院的 那个判定 刚刚讲的 王清明这个案子 那就证明了三个字 马力强 就是说 最高司法 还是给了马英九面子 明明知道 这个是派他大招牌 明明知道 他当事人 他都认为说 我不要承接了 那在后续 你照说 你照说法院都 一般有双方 两兆有 什么要火兵的时候 都还劝和 希望和解 怎么可能说 当事人表示了 他还做这样子的裁判 所以我不乐观 但是 长期我们在观察马英九 我是很笃定认为 马英九 这个确实是有问题 以前他自称洁癖的人 以前我们在议会咨询 稍微影射他什么 他不但台上跟你辩解 事后 他也很客气 用尽各种方式 要来跟你解释那个情况 他认为 反正他所有的解释就是 他是干净的就对 可是这一次你看 一点点 从明嘴周遇 靠着明梦一直讲这个 以来你看 马英九你看 他没有讲半句话 针对大家对他的 旨意的一个答复 才有发声明 他讲的 他是暗示 他暗示给谁听 暗示给他还控制得到的 比方说法界的人 比方说这些检调 特征组这些 他讲啊 他只三个字就好嘛 他说 四个字 他说我要反击 大家就要戳海担 我觉得这个状况是说 他只要约谈的人数越多 他其实就越巩固他正直的 嗨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